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南地北 畅谈心中疑问 欢迎收听北极星说故事 这一年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 事事如意 然后把不好的事情都留在2022年 2023年 影像最美好 最快乐的一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今天 今天说的故事 因为过年嘛 因为元旦 大家都在 在这个休假 今晚可能很多人收假了 所以今天晚上讲的故事 就不要太过于惊悚 但是呢 还是鬼故事 还是一个很诡异的故事 不算是个鬼故事 算是一个很诡异的故事 大家可以听听看 大家可以听听看 今天的故事 不像一般的鬼故事 那么样的惊悚可怕 但是还是一样 是鬼故事 好 诡异的故事 那么大家 对 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是将军的生日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就帮我广告多看个十秒钟 就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 人上了50岁过生日 就伤感情了 对 今年55岁的生日 1月2号 感谢大家 对 今天是我生日 每年 每一次元旦的第二天 我就过生日 所以从小 几乎我的生日 都是休假 所以今天也是休假 感谢大家的祝福 我今天收到很多 很多朋友的祝福 谢谢大家 然后 今天讲的故事 会非常好听 因为我生日 所以会讲一个 与众不同的鬼故事 好 很快的点名一下 很快很快 很快我来点名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很快点名一下 这个 Marine 还有奇儿 晚安 Emily Wang 龙虎二四九 林正宗 清晨夜 晚安 谢 陈宝玉 晚安 郭小泰 陈宝清 台龙 生日快乐 谢谢 小叔阿姨 晚安 这个Cony 晚安 月月电竞 小剧场 晚安 哦 这个 有赞助进来咯 林月君 将军 祝福您生日快乐 谢谢林月君 感谢您 还有张正德 感谢赞助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赞助 收到了 祝福收到 还有 还有 郭 Chimpian 于江 于亿元 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CoachingPen 感谢您的赞助 谢谢 好 台龙 谢谢 赞助口令谁 晚安 王丽华 还有 陈正宗 林义庆 李立娟 好 杨 晚安 Sam杨 晚安 黄博洋 刘正辉 馒头 高富 迪祥 晚安 许立珠 晚安 哦 还有这个 Janice王 谢谢赞助 谢谢 珍利斯王 感谢您 谢谢 馒头 Wiki 洪安格 宋承恩 李义琦 还有沙巴沙利 晚安 巴德汉克 晚安 SYT DTS 晚安 五四二旅 张二银 刘金旭 晚安 哦 金旭好久不见了 还有 无相事相 将军晚安 谢谢 林鸿鸣 晚安 嗯 还有 无相事相 谢谢您赞助 好 洪志 还有这个 Renton 屏东帆船 刘宇 晚安 呃 还有呃 邱瑞华 哦 谢谢 哦 感谢 感谢邱瑞华 谢谢您哦 谢谢晚安 好 呃 还有刘修曼 谢谢赞助 谢谢刘修曼 感谢 好 呃 还有赵诗玉 呃 邑哥 嗯 陈鸿伟 布老林 那Males Willen 晚安 许建信 康明峰 蒋德贤 王月 哦 感谢赞助 陈恩 您好 谢谢你 晚安哦 1013 晚安 门润如 感谢赞助 还有 还有 这个 Kentor 令 晚安 红士贤 呃 龙女 草莓蛋糕吃 哎对 我选吃草莓蛋糕 谢谢 嗯 还有许哲林 汤娟娟 蓝寿香菇 Janice 王 感谢赞助 新年快乐 谢谢 红士贤 Lin 这个Emory 黄英勋 还有张慧忠 晚安 哎 还有 还有 张慧忠 谢谢 还有红士贤 张宜珍 Bertran 晚安 翔哥 感谢赞助 渝将余议员在新气象工作上 得到赞美 在家庭上得到幸福 谢谢 嘿 马德超 晚安 翔哥 谢灵文 黄建叶 黑春炉 刘 晚安 好 黄明杰 蔡 起 冲 林月君 晚安 王月 晚安 Wiki 露 晚安 大家晚安 将军晚安 也祝将军生日快乐 事实顺利 谢谢 曾兴祥 吴瑞发 梁京阳 李盈盈 晚安 哦 Janice王 祝生日快乐 谢谢 Janice王赞助 感谢您 收到了 感谢您 还有 黄朵 马 韩 韩西明 红世宝 这个Brian 晚安 蒋介石 李正宇 John Peter 浩南哥 韦正成 庄舍 晚安 Kevin 晚安 还有 嗨嗨 晚安 南指 汉 晚安 张正德 晚安 黄凤英 王立秋 江金金 林冠义 浩南哥 还有 86210 晚安 还有 Jason 晚安 游诗亭 魏蓝 建中林 明礼 Forest Iron 晚安 宋世贤 李玛丽 春风 春冬乐 还有 林文良 红碧 红 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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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南哥 康明 丰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汤娟娟 晚安 明礼 王仔 建文 晚安 还有 默默 默默 无名 Emily 林月 君 谢谢 好 我很快 因为现在已经超过500人 你超过500人 我很快地把 我很快地把这个 赞助念一下 就来说故事 今天的故事 很好听 好 很快地点一下 达达 点会员 达达 晚安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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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辉 Melody 夜 晚安 还有 Jennice 王 谢谢 风 横 汤 娟娟娟 好了 应该都点过了 都点过了 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还有 这个 Kerry 陈 晚安 Kerry 陈 好 都点过了 很快 孟儿歌 晚安 好 点过了 祝强军生日快乐 谢谢 感谢 抢到 今天的故事 很精彩哦 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为了让整个故事 讲得更顺畅 中途间有赞助的 或者是有问问题的 我们等到故事讲完 然后唱歌之前 再一起来回答 好 故事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 音乐打开 好的 那么 今天的故事 开始了 很精彩的故事 故事的主题叫做 魂部首体 今天的故事主题 非常好听的故事 大家一起来听 有人在 在梦中 有没有看过自己 那通常在梦里面 大家会觉得 自己可能是像看电视一样 然后你会看到自己 在做什么事 这是一种梦 另外一种梦 就是由自己的视角 看出去 看到事 看到物 看到一切东西 所以通常 做梦会有两个视角 一个是由自己的视角 看出去 一个是好像是 你透过一台摄影机 看到了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梦会有这两种 做梦很正常 在军中也会做梦啊 阿兵哥也有做梦的权利啊 所以阿兵哥会做梦 可是有一种阿兵哥非常厉害 他做的梦是什么 白日梦 晚上睡不着 上了床 东拉西扯聊天 就是不睡觉 要等到干部去查哨说 不准说话 给你们30秒睡着 他们才会不讲话 可这一些 弟兄 在白天 操课的时候 特别容易睡觉 趴在地上 做射击玉席 他可以睡着 坐在小板凳上 听班长讲解 射击要领 他可以睡着 然后呢 呃 战卫兵 站着也可以睡着 最厉害的是 夜行军 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睡 这种这种冰 我们称之为 这个浑游四海的状况冰 那么这种状况冰 多不多 呃 其实还不少 就是阿兵哥永远睡不饱 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 白天操课的时候睡不饱 这种冰特别多 所以这种浑游四海的状况冰 呃 我记得我在当基层主观的时候 我们联合有两个这种冰 我们称之为状况A跟状况B 这两个冰 上课的时间 很容易睡觉 诶 只要 坐下来 不管是举光日 还是呃 这个讲解涉及原理 反正只要坐到板凳上 这两个人大概 十秒钟之内 眼睛就闭起来 然后就 就开始睡着了 哦 你叫他起来 站一站 动一动 交互蹲跳二十下 回起 回来 不到两分钟又睡着 哦 那这种冰呢 嗯 状况冰跟我们所说的状况冰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状况冰是 在演习的时候要找几个冰去当这个假想敌 设置状况 不管是放鞭炮或者是放放这个烟幕弹 制造状况的冰 但是我今天的故事所说的这个状况冰不是制造状况的冰 是本身自己很多状况的冰 那这种冰呢 嗯 其实 在联队上 如果是担任重要的演习 我们还真的很担心 因为他在站车上 炮塔上 站着站着就睡着了 很容易摔下来 所以我们会对于这种容易嗜碎 得了这个非常容易嗜碎的这些碎碎冰 我们会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在做操课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那这些喜欢睡觉的冰 我们也不能不管他 因为如果你不管他的话 那他大家会一个学一个 整个班都睡着了 那么这种失魂落魄的冰 每次叫他起来 他还会讲说 没有 我刚才做了什么事 那做梦 分不清楚 梦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曾经就过一个兵 一个阿兵哥 正在上野外课的时候 课前讲解15分钟 这个兵突然间站起来 突然站起来 我说你有什么状况 包班长 前面有一条桥塌掉了 很危险 我们等一下千万不要过 全联哄堂大笑 为什么哄堂大笑 那根本没有桥啊 前面根本没有桥 我就说 哎状况A啊 你又做了什么梦了 这里是在营区里面 没有桥哎 哪里有桥 他说 哦对不起 我做梦了 全面轰然大笑 他那个你看 白天的白日梦 可以睡到浑然忘我 以假乱真 所以对于这些状况的兵 我说句实话 这个 偶尔上课的时候 起来耍个宝 宝贝一下也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会 特别去责难他嘛 因为有些兵 就是这个一样米养白种人 就是有一些兵 会特别容易出状况 那么 这位状况A 他跟他的好兄弟状况B 两个人 只要一操课 大概前后十秒钟 就一个先 先睡着 另外一个就开始睡 有的时候还会打呼 在上课的时候 你会听到 咕 这种声音 这夸张到打呼 那么 旁边的弟兄 就会顶他一下 哎不要睡 不要睡 班长来看你 可是呢 他起来一下又继续睡 那么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其实 我们通常会叫他说 哎 那位状况A 到后面去站着 到后面站着听课 站到后面 我告诉你 靠的墙壁也可以睡 靠的树也可以睡 就是非常能睡 这个不知道是得的 我们也请他到医官那边去 他是不是得了试睡症 医官给他检查半天 他说 房长官 你这个兵 什么病都没有 就是爱睡觉 没有任何的试睡症 就是爱睡觉 可是呢 晚上都睡不着 很麻烦 那么 有一次 这两个兵 互相之间 居然发生了 相互告状的事 怎么说呢 这个时候 我们正在 准备要接战备 那么在接战备之前呢 我们就会 把所有的战备规定 从 反击案 反空降案 所有的路线 会由 执行官 在地图上 在砂盘上 先做一个推演 让全年的弟兄 都可以很明白 我们的战备任务是什么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坐下来说 好 各位 自板凳 坐下 我们围着砂盘 来听执行官 来做 整个战备任务的一个说明 大家都聚精会神的 在听执行官说明 这时候呢 这时候 状况A 大概已经睡着了 因为我们隐隐约约 听到有风声 其实那不是风声 就是打呼声 就开始打呼了 那么旁边的弟兄就推了一下状况A 状况A 嘴巴 两下 又继续睡 这时候呢 状况B 这个状况B的这个兵 在他旁边 突然间站起来 突然间站起来 指着状况A 说 不要再睡了 全联吓醒了 全联吓醒了 然后心想 是谁这么大声啊 一看 状况B 又坐下去了 又坐回去了 然后状况A 被吓了一大跳 跳起来 那状况B呢 他居然继续在睡觉 这时候啊 这个执行官已经受不了 你们两个状况A 状况B 睡觉就算了 还大呼小叫 状况B 你刚才在干什么 这状况B站起来 报告班长 没有 我没干嘛 你没干嘛 刚才你突然间指着状况A 大叫一声 不要再睡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状况B说 我没有站起来啊 我刚就一直坐着啊 这真是邪门了 全连都看到状况B站起来 指着状况A 大妈 不要再睡了 还把状况A吓了一大跳 从椅子上摔下来 没有 刚才我 不小心睡着了 状况B 从头到尾都在睡觉 他表示他没有站起来 大叫 叫状况A 不要睡 可是全连都看到了啊 那班长说 好啦好啦 你们两个哼啊二将啊 互相陷害也是正常 好 你们两个 小板蛋收起来 到后面去罚站 做20个交互蹲跳 这时候状况A跟状况B啊 两个兵 拿着枪到后面 做了20个交互蹲跳 然后这时候呢 状况A就 埋怨状况B 你也爱睡 我也爱睡 干嘛吐我的槽啊 干嘛大叫 真我冤枉呢 状况B就说 跟这个状况A讲 我没有啊 我从头到尾 我也在睡啊 我何必叫你起床了 我自己也在睡 我干嘛叫你起床 他说我真的听到 你对我大叫 不要再睡了 全连都听到了啊 这状况B说 我真的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冤枉啊 真的没有 这变成罗生门了 反正全连哄堂大笑 然后两个兵呢 因为感情也很好 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发生了吵架 或者是任何的不愉快 两个笑一笑也就没事了 这也是 这些状况天兵之间 独有的相处方式 那么 有的时候这些 这两个状况兵 还会瞎猫碰到死老鼠 记得有一次在操课的时候 这个状况A一睡一睡 突然间站起来 不好连长 那前面 有一辆战车 隔壁连的 好像失火了 那我们正在想说 你也看得太远了吧 前面离我们多远啊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战车失火 还当天晚上 我们在开 虚拟检讨会的时候 哇 这时候 前面那个 隔壁那个单位 的连长就被叫起来 被连长狠狠地骂了一顿 说 操演之前也不好好检查车辆 搞的车辆都烧火了 看看你们连长怎么样陪这个车 那我心里想 哇 还真厉害 居然被他知道了 他怎么会看到 我就问状况A 我说 你怎么知道有车烧火了 他没有啊 我就 我就睡觉 打瞌睡啊 睡一睡 然后我就发现 班长叫我 我就站起来 就跟班长走 走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到前面就看到 前面的战车烧起来了 然后那个火焰 非常热 我一热 我就 我就吓 吓得往后退 一退 摔了一跤 我就坐在椅子上睡了 那我觉得这个梦 饥渴乱争 我就跟连长讲 我说 我说这个 也许是臭巧 那我说隔壁脸 真的烧了一辆战车 你知道吗 他说真的假的 我是做梦 所以大家都说 白日梦白日梦 所以这个状况A 跟状况B 这一场互相陷害的 这个 的这个睡眠啊 也就变成一个去谈 大家也没有很在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事 只是连队上就讲说 哎呀 你们两个哼哈二将 两个爱睡觉的 不要互相陷害嘛 其实你们在睡的时候 长官也不太会去点醒你们 你何必站起来 叫他不要睡觉 整他冤枉呢 状况B说 我真的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他你是不是做梦 起来讲梦 他说我也没有做梦 我全程就是打瞌睡 我也没有站起来 我也没有任何印象 我起来叫谁 我我我梦都没做 这时候状况就说 你没有做梦 你叫我干什么 他说我真的没做梦 我也没有站起来叫你 反正这就两个 就就就就变了茶余饭 后大家嬉笑 聊天的一个 一个话题了 那么过了一个礼拜 大家也没有再去想这些 只是当时我的印象里面 这个状况B这个兵 状况B这个兵站起来的时候 指着状况A大骂 不要再睡了 那个时候他的眼睛是张开的 但是呢 是没有黑眼珠的 是翻白眼 是翻的白眼 指着状况A大叫 然后又有条不紊又坐回去 没有摔倒 所以我当时是被这个情况 吓了一跳 觉得很诡异 不过我想说大概睡着的人 眼睛就是往上掉的吧 也没有想太多 反正也没争论 也没有发生任何危安的事件 也就算 后来出了什么事 后来开始我们军团里面 开始要求所有的部队 要开始实施夜行军 就是导致训练 白天 这个 睡觉 晚上操课 为了因应敌情的变化 我们改成实施导致训练 晚上上课 白天睡觉 那么晚上上课呢 因为不能动战车 因为战车一动 会扰到 扰扰 声音太大了 会扰到邻居的安宁 所以不准发战车 那我们装甲兵不发战车 怎么办呢 这时候 我们的长官非常天才 他说很简单 就比照步兵行军 装甲兵怎么会行军 还好 我在官校 一二三年级 都有做过徒步行军的野营 我还略懂一二 所以我就出来 把连队上编了 尖兵班 前卫 本队 后卫 然后就开始 按照时隔 时间的间隔 放出去开始行军 先是做好这个地图的图上面的路线的眼泥 然后开始 放出兼兵班 放出这个前卫 然后本队 最后卫 因为行军要走一个晚上 每走 每走50分钟 休息10分钟 然后走4个小时 中间可以大休息 1个小时 就按照这个药领 一直走到天亮 那其实晚上走路嘛 又是绕着营区 外围来走 也不会有什么 违安事件发生 但是呢 就是发生了 违安的事件 有人受伤了 因为我们走着走着 到了晚上 边走 其实边睡 很正常 我们以前演员的时候 也常常有人走着走 因为夜行军 这就睡着了 可这一次呢 这个状况A 状况A的这个兵 他睡得实在是太夸张了 他走在扛炮 扛的这个破级炮的后面 然后走着走 他眼睛就睡觉 睡睡睡 然后前面停下来 他还没有停 他继续往前走 眼睛闭着睡觉往前走 嘴巴就直接撞到 六顶炮的 那个破级炮的炮管上 哇 嘴唇也撞破了 牙齿也撞掉了 哎 伤得很严重 整个脸肿跟猪头一样 马上回报 包梁啊 有人受伤了 我刚才跑回去 哎呀 状况A 我说你怎么回事 这抱抱 我也不知道 整个嘴巴腫得跟猪头一样 我就撞了 好吧 赶快送医务所 送医务所 然后送到军医院去 嘴巴 牙齿掉了三颗 嘴唇也撞破了 好 逢真 哇 这个害我被我们营长 臭骂了一顿 叶群军边走边睡觉 那脸上干什么吃的 我被骂得很冤枉 然后被骂得很冤枉 然后我到了这个医院 去看这个状况A 状况A 嘴巴 肿得跟香肠一样 然后看着我 不不 对不起 都受伤了 对 何必对不起 我说下次注意到 不要这么爱睡 我说既然 受伤了 你这样也不能超客 等出院了以后 你就会连上 做休息 然后那个医官给他开了一个半休 就是不需要超客 可以在寝室里面休息 我就跟他说既然如此吧 看你每天永远没有睡饱的一天 你就在你这个寝室里面 就好好的睡吧 你就好好的睡 等到睡饱了 康复了 再来超客就不会睡觉 这时候状况A 是连长 那就让他睡在那边 那我有怕他发生意外 所以我会跟安全使官讲 每隔一段时间 去看看状况A 有没有状况 躺在床上 有没有摔倒 干什么 这个冰实在太宝了 太宝贝了 多去关心他一下 这安全使官好 所以每隔半个小时 安全使官就会到 请室去看看状况A 有没有好好睡觉 然后这个部队都出于超客了 然后这安全使官啊 就说 抱怜今天看了一天 怪怪的 为什么 他不睡觉 他这么能睡的人 怎么不睡觉 我们每天只要出去超客 他只要往板凳上移坐 就睡着了 他说我去的寝室几次 就看这个状况A 躺在床上 眼睛张得大大的 然后我看看他 我说你怎么不睡觉 他就说 抱怨班长睡不着 连长说叫你好好睡 躺窗好好睡 不要胡思乱想 睡饱一点 以后超客就不要再睡觉了 然后去半个小时看 没睡 又半个小时 还没睡 他说习惯都睡不着 我说没关系啦 这个他躺窗睡不着 习惯就好 要让他躺着能睡 超客就不会睡了 然后隔天 隔天 这个安全使官 一样去看他 然后突然发现 这个状况A 突然间大叫一声 然后整个人 摔到地上 暗算跑去 一跑去一看 你怎么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他说哎呦 好可怕 吓死我了 他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他说 我刚才 跟着去超客了 我刚才跟着去超客了 你跟着去超客了 你嘴巴肿成这样 牙齿掉这么多颗 还没装假牙 你怎么去超客 他说我真的有去超客 然后这个安全使官就跟我讲 抱怜 出了些状况 他就胡言乱语 是不是头撞到 破极炮撞坏了 那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状况 状况A找来 我说又出什么事 你真的状况很多 躺到床上我会出事 抱怜 我跟你讲 我躺到床上 然后躺着躺着 就发现 就发现 我动不了了 全身动不了 我说什么叫动不了 他说脖子也不能动 身体也不能动 然后呢 然后我就用力的挣扎 然后不断的骂脏话 突然间我身体就可以动了 那我不敢再躺着寝室了 我就赶快站起来 抱着小板凳 然后跑到连几车场 跟上部队 那这时候呢 我就看到部队 坐着正在听班长 在说涉及要领的这个上课 然后我就跟班长请示 就点点头我就进去了 我就坐在这个列子旁边 我就向右边一看 吓了我一跳 我说吓什么一跳 他说我往右边一看 看到我自己 坐在小板凳上 正在睡觉 我说你自己看到你自己 在小板凳上睡觉 他说对 抱着这个 这个衣食枪 然后带着钢盔 头低低的在睡觉 我说你自己 怎么会看到自己呢 你应该是看到状况 逼在睡觉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到状况 就是我自己 坐在椅子上 正在睡觉 我说好 然后呢 他就心里想 不能再这样睡下去了 再这样睡下去了 就会也 这上次是这个 六零炮行军受伤 那下一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受伤了 不会更严重 所以我就想一想 我要把我自己叫醒 所以我就站起来 指着我的 指着我自己大骂 不要再睡了 我才刚骂完 我才刚刚骂完他 我整个人被 就像被吸尘器一样 整个吸回寝室 碰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摔在床下 我已经摔在床下 他不知道这太可怕 这到底我遇到什么事 我说大白天的 会遇到什么事 他说这个 这个梦实在太真实了 我看到我自己在睡觉 然后我去叫他不要睡觉 我就被整个被吸回来了 我就想一想 我说 我说状况A 你跟我讲这个事情 像不像一个礼拜前的事 他不知道你讲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一个礼拜以前 你在操课 状况B突然间跳起来 指着你大骂 不要再睡了 然后你还笑他 你还跟他讲说 自己兄弟干嘛陷害我 全联还哄堂大笑 我说这两个事 有没有连结 有没有连结 这时候状况 状况A就讲 爆料你这么一讲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我说当然有啊 那天一个礼拜前上课 你还没有受伤 状况B突然间站起来 指着你 叫你不要再睡了 我们还觉得好奇怪 问状况B 状况B都说 我什么梦也没做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记不这回事 状况A说 有耶 有耶 好 那么 我就说 看来啊 不是状况B 要笑你 而是你自己 你自己 你的魂透过了 某个时空 到了一个礼拜以前 看到你自己在睡觉 你担心 如果再睡下去 会受更严重的伤 会出更大的意外 所以你自己 把自己叫醒了 等于是你自己 回到了过去 要提醒你自己 不要再睡了 可是呢 没有用 可是没有用 你根本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你完全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你还觉得 是状况B 在陷害你 然后 一个礼拜后 你就出事了 就叫你睡在床上 然后就发生这个事了 看来这两件事情 好像连结在一起 这状况又说 哎 保典长 对耶 一个礼拜之前 我记得状况B 无缘无故的 指着我大骂 不要再睡了 我还很生气的 说自己兄弟干嘛陷害我 搞了半天 是我自己警告自己 不要再睡了 当时 可能 我就觉得 再睡要出大事 想不到我到一个礼拜前 去警告了自己 最后自己还是 受了伤 把自己撞得跟猪头一样 我说你现在知道了吧 上课睡觉 操课不专心 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下次还要再睡吗 这个时候啊 状况A 全身冒出一身冷汗 抱怨上 那如果 我再睡下去 是不是会发生更危险的事 我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 不希望你发生更危险的事 因为你出事 我就要倒霉啊 你夜行军被撞掉几颗牙齿 撞得跟猪头一样 我被营长骂到臭头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 你还是鼓起精神 晚上好好睡 白天 不要打瞌睡 这样才可以让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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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旅生涯 可以平安度过 不要老是受伤 这次撞掉几颗牙 下次万一从战匙上摔下来 那命都没了 所以这个状况A 从这次开始 后来他就康复了 牙齿去装了假牙 也康复了 晚上上了床 也不废话 也不多聊天 就睡觉 到了白天操课的时候 哇 精神抖手 而且每次看到状况B 要睡觉 他会嘟他一下 叫他不要睡 就跟他讲 我的 血淋淋的教训 你还睡 平时打破摸鱼 等到真正训练的时候 就要受重伤 所以说呢 只有养成好的习惯 养成好的习惯 晚上好好睡 白天有精神 才是真正 能够 精神抖手 平安退伍的最好方法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那到底是遇到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状况A 会回到过去 去警告自己 那为什么会 附在状况A的身上 那真的不得而知 但是后来 我常常把这些 这个故事 讲给我的弟兄听 我很多弟兄就会讲 报警长你编的 我说不是编的 却有此人 他的门牙 两颗门牙都是假牙 却有此人 这是以前我带的一个兵 因为今天正逢 这个我的生日也是过年 所以不讲太可怕的故事 就提供这一则 寓意深远的故事送给大家 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那这段时间为了 到底要不要恢复一年期的兵役 大家很多的争议 我的想法是 纵使我对于 突然恢复兵役 有很多很多的建言 但是我觉得 既然国家决定了 下了决心要这样做 那么我只有身为 被异军人 身为退伍军人 只有支持国防 只希望国防部能做好 最万全的准备 我也把我自己心里所担心的 还有我觉得做得不足的 也都跟这个总统府 还有国防部来做了建议 他们也都会纳入 会把这些事情都纳入 希望这些准备要越充分越好 师资的训练 干部的训练要越严格越好 因为先练干部再练兵 有了干部会教 兵才会非常的精实训练 然后才会有战力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在今天晚上刚好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在茶余饭后 在过年期间 可以来说一说 这个灵魂出窍 这个状况A 这个阿兵哥 状况A兵 自己警告自己 而没有 没有救到自己 所以命运天注定 习惯比命运重要 所以很多人知道 我从来不算命 我从来不算命 因为生命就是因为充满了未知而精彩 只有养成好的习惯 养成正确的观念 才能够让自己的命运更好 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 这是今天我讲的 魂不守体 魂不守体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弟兄身上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好 这个来感谢一下 来感谢一下赞助 刚才有很多的赞助 好的好的 来来来 等一下准备唱歌了 来来 谢谢大家的赞助 来我来 我来说一下 好 好 这个 好 这个 无相事 好 今天赞助 无相事相 感谢赞助 谢谢 无相事相 赞助两次 王月 谢谢赞助 Marine 感谢赞助 还有Janice 王 将军晚安 祝何家 新年快乐 谢谢Janice 王赞助 祥哥 祝福将军 新年新奇远 工作上美满 家庭上幸福 谢谢 谢谢祥哥 还有Wikilo 大家晚安 将军晚安 也祝将军生日快乐 世事顺心 谢谢Wikilo 感谢您 还有林月君 祝将军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林月君 赞助 谢谢您 张成德 张正德 感谢赞助 还有Coach Pen 与议员 新年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Janice 王 谢谢赞助 还有刘秀曼 谢谢赞助 Janice 王 祝生日快乐 谢谢 还有Ruling 谢谢 祝议员 生日快乐 谢谢 还有这个建议 谢谢 感谢赞助 还有江姬 谢谢您的赞助 感谢 感谢 还有建议 又一次的赞助 谢谢您 谢谢您 还有林月君 将军 我代替哥哥 祝您 育校的同学 生日快乐 当选桃园市 议员市民 服务 辛苦了 谢谢林月君 你哥哥最近很辛苦 最近军人 是目前我觉得 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也感谢所有 线上 所有的国军弟兄 为我们捍卫 我还是战战兢兢的 在工作岗位上 继续帮大家服务 大家不同的岗位 一样的为中华民国努力 好 休息一下 唱歌 上个礼拜唱 那个 台语歌 上个礼拜唱 这礼拜 不唱台语歌 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喝口水 准备唱歌 哦 对 今天的歌是什么歌 今天的歌是 很久很久的一个 电影的主题曲 黄音音唱的 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曲 留不住的故事 今年的过年 特别节目 我会到 我会到这个贵亚 贵亚节目 我们要录一段 名嘴唱歌的节目 什么时候播我不知道 录完以后 大家在过年期间 如果晚上看到政论节目 你会发现 所有的名嘴政治评论员 都会唱歌 那一集我也会参加录影 希望大家期待 是哪一天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过年期间 大家期待哦 徐贵亚主持的节目 所有的名嘴 都要开金赏唱歌 大家可以期待 好 那么今天 这个故事 魂不附体 配合这个歌 唱一首 留不住的故事 但是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 留住平安 留住和平 留住幸福 把2022年幸福 好的事都留下来 那么不好的事 就不要留了 希望在2023年 大家工作顺利 事事如历 再次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留不住的故事 送给大家 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 如今满满地交之城 交之城一张无边的遗忘 层层地把心 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 如今满满地交之城 交之城一张无边的遗忘 层层地把心忘住 在年轻的迷惘中 最后我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在年轻的迷惘中 最后我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青春的脚步 它从来不停止 每一个故事的结束 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美好的开始 它最后常常是 不怎么美好的结束 啊 在年轻的迷惘中 最后我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在故事的尽头 在故事的尽头 我的选择 是用孤独 是用孤独将自己 所足 留不住的故事 这首歌可怕年轻的朋友 应该都没听过 这是很早以前 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曲 谢谢Tony 感谢Tony 将军生日快乐 国君凯模 谢谢Tony 感谢您 感谢您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这段时间又一年了 又一年了 再新的一年兔年 今年的是兔年 祝大家红兔大转 红兔大转 事事顺利 那么今年的第一次的直播 鬼故事不是很可怕 因为过年期间 不适合讲太可怕的鬼故事 那么下个礼拜一晚上 有可怕的故事 希望大家锁定 将军的周一鬼话系列的频道 每个礼拜都有好听的故事 带给大家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所有的粉丝 也谢谢所有的将军 将军军团的好朋友们 更感谢所有的板手安关 还有订阅的会员 那么我会持续 把更多以前在军中遇到的故事 不管是鬼故事 还是感人的故事 都会慢慢的说给大家听 哦 陈会长 将军生日快乐 谢谢陈会长 感谢陈会长 谢谢 那么还没有按赞呢 别忘了帮我按赞 分享 把更好的故事 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听 那么今天的节目 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一起听故事 扫西之后不尽力解散 扫西 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